Emily 我其實是很久很久之前 我就已經開始放很多影片在YouTube上 我第一條影片是我一個朋友仔 就幫我拍溜冰的Ice Skating的Video 那我就怕自己淋多了 太過overthink了 那我其實有一些ideas 我從來都沒試過做 其實YouTube的影片就有很多內容 例如是積極化妝 我可能都會試的 就看看有什麼反應 你的頭髮是需要有一定的長度 說可能是要長髮披肩 第二個要求就是你要去洗頭 洗完頭之後可能會乾一點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頭髮是有點亂的 那可能直髮的 即是本身天生直的人 可能和我是有分別的 但是你也知道了 你也可以去試一下 看看 你做一個實驗 洗完頭又不需要錢 又不需要去髮型 那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彎的髮型 那也不錯 是一元都不需要給的 然後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多廢話 但是沒辦法 因為我不太懂得怎麼開始 但我又沒有去寫一個job 其實是應該寫一個job Right 我要做這件事 OK 接著還有就是你需要有一堆絲襪 絲襪也很便宜 絲襪是隨便在街樓下 或者在那些什麼10元的店舖 或者12元的店舖 你怎麼都會買到一堆絲襪 那我就會示範給你看 是怎樣去弄捲那個頭髮 然後你就好像假裝刷 扣著你的頭 然後在一個時刻 不過其實都乾得很快 因為我本身的頭髮是薄的 厚的那些 我又不知道 但是厚頭髮的女生又會是怎樣 我不知道的 因為我從來沒試過厚頭髮 厚啊 那或者你可以試一下自己探索一下 那都是一件好玩的事 那你 Monday to Friday 上班 Satatay Sunday 那你可能有些時間在家 你可以自己去試一下 好玩嘛 是不是 那我就是 那希望你喜歡我的這個視頻 那啦 到晚了